Myuno最近出了一台专注于录音的装置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台PS22 你现在所听到的声音也是经由这台界面所录制出来的 过去我们评测过很多他们的产品 包含他们家的麦克风他们家的界面 但过去他们的产品大家的印象比较是针对入门级的直播市场所设计 这次的PS22反而瞄准了对音质更加要求的纯声音录制市场 也就是自弹自唱作曲以及Podcaster的使用 那么他的表现究竟如何大家值不值得入手呢 首先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外观 在他的正面你可以看到两个XR的输入口 这两个输入口都分别带有幻象电源以及Hi-Z的乐器选项 让你可以支援多人录音电容麦克风或是乐器输入的需求 那在右边你可以看到几个跟音量有关的旋钮 第一个是你的监听耳机的音量 要注意的是他所支援的监听耳机是6.3的而不是一般的3.5耳机 右上方的小旋钮则是控制你的耳机里面所听到的声音比例 分别是你的麦克风监听以及你的电脑音量监听 这个功能过去我们也有在其他界面介绍过 就是你在使用电脑插上录音界面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希望听到一点你自己麦克风的声音 让你的声音不要有隔层感 那你就可以去调整这个比例 那最右边这个带有光环的大旋钮则是控制你的Monitor Out 也就是如果你有使用到他后面接监听音响的这个线的话 你可以去控制这个即时输出的音量 那在背面的话有两个USB孔 一个主要是给你连接电脑或手机用的 那另外一个则是用来供电的5伏特USB 那另外可以看到是这里有一个3.5的TRS Out 也就是你可以透过音源线把你的声音输出 这可以用在手机直播 或是今天你做的是时下非常流行的Video Podcast 也就是同时有影像的Podcast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音源插入到你的相机上面 在拍摄的时候得到非常干净的声音 那后面还有一个超显眼的红色开关 这个其实就是能够直接就是在供电状态下去关闭或开启主机 那介绍到这里比较眼尖的观众应该有发现 在正面有一个开关我其实没有介绍到 也就是这个Stereo跟Mono切换的按键 我把它留到最后讲是因为 它的功能可能跟你想象的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可能要稍微爆了一下后面软体的部分 才有办法解释这个功能 在PS22这次搭配的软体ProStudio中 你可以自由分配你的音轨 是作为双声道还是单声道 来输入进不同的虚拟装置中 那我原本以为这个Stereo跟Mono的按键 是用来切换你的输入的音源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用两支麦克风 如果我作为Mono输入那它就会全部混成一轨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用Stereo的话 它就会被拆成左右声道 那我可以在电脑里面进行分轨 来让它变成两个声道 我原本以为是这样子 但实际上这个Stereo跟Mono切换的只有你的耳机 以及你的Main Output 也就是你的监听音响所听到的声音 换句话说就是今天无论你输入的方式是什么 它播出来就是作为Mono或Stereo 可是它并不是你实际输入的声音 就是你听到的假装成Stereo或Mono模式这样 我猜测它们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跟它的App 也就是ProStudio里面的Routing冲突 但这样做也就是让这个功能 其实只能拿来快速切换一下监听效果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你可能不会用到这个按键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示范如何使用Mono这次所推出的这个软体 也就是它针对PS22所推出的ProStudio它的Routing App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软体上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图像化的声音分配 那接下来我就会教大家如何使用 因为它第一次用的时候它其实它的逻辑有点复杂 但搞懂以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我们就先不管这些数字复杂的部分 我们就单纯看音轨如何分配 现在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这个一直在跳动的 这个是我的主要麦克风 也就是我的Mic 1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条 一个是左声道一个右声道 那它的Mic 1输入预设就是只有单声道 也就是放在左声道的部分 一旦你们就会发现说 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应该是左右声道的立体声 原因就在于说 你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个VC Out 这个音轨所分出去的声音 那你会看到我在这里点了两格 让它变成左右声道都可以输出 所以逻辑是这样子的 上面这条是我的Mic 1 那这里点了两格 就是我把Mic 1去丢到左声道跟右声道 那你听到就会是像现在这样的立体声 我做个示范 假设我现在把就是这个右声道点掉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应该就只剩下就是左声道而已 那这个就是它的分配的效果 或者是我只留右声道 你们现在听到就只有右声道而已 OK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示范 如果我有两支麦克风的话 我现在会把我的二号麦克风开起来 好 那我现在已经把我的二号麦克风开起来 你会看到就是二号麦克风的音轨也有在跳动 但它是同时跳动 因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他们同时都会收到 不过二号麦克风现在是没有就是把它接入到音轨 你们听到的声音都是由一号麦克风来录制的 那假设我现在把二号开起来 我把一号关掉 那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应该小非常多 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离二号麦克风很远 但是我是用一号在讲 好 那我现在离二号麦克风近一点 OK那你们听到的声音应该就会明显大声非常多 因为你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二号麦克风的声音 那当然我也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它一个分到左声道 一个分到右声道 比如像我现在是用二号麦克风的声音在讲 那你们听到的就是右声道的声音 那假设我换回来一号的话 你们拼到应该就会偏向是左声道比较大声的声音 那假设我把它全部点开 就是都是立体声 刚刚快速的示范 其实就是这个Running App最重要的 操作方式 通常假设你有一个人录音的时候就很单纯 就是你就把它开成立体声输出去 观众听到就是正常的声音 但假设你今天是双人的Podcast 或是你一支是录乐器 一支是录你的人声的话 它通常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两个单独的音轨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在电脑里面 就是让它变成拆成两个单音轨 那你就可以让它分别去做成立体声 无论你是录制Podcast或是你自己的声音 假设我今天的Mic 1是我的声音 那我要让它进到这个out 那我的Mic 2是我的乐器 我要让它进到这个VC Outs 3 我就这样子点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两个地方都是立体声 然后你的Mic 1跟Mic 2就是完全拆开的状态 那你就可以在其他的音乐后制软体 DAW里面去做声音分配 好那讲到这边 大家可以先熟悉一下这个操作 如果你手边有这款麦克风的话 我会建议你试着操作看看 那接下来是我们如何把音轨去丢到里面 然后去做混音 其实也非常的单纯 就是比如说你在电脑里面开起来 像我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低轨的输入 有一个立体声在跳 那这个东西是我开的Spotify的音乐 那它进去就是立体声的 OK那你们现在完全听不到这个声音了 好那我这边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让我自己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我现在也是听不到的哦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耳机符号叫 HPOUT就是第一轨 那我把它就是点开 那我自己现在就可以听到我的BGM声音了 那我就有点大声我把它调小声一点 OK那为什么我这样点呢 官方其实是建议说 如果你本来就是立体声的话 你就是让它就是跳一个线 就是左声道右声道 就这样点一个斜角就好了 如果今天你的音源就是立体声的话 那你就点这样子斜角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我要让你们也听到BGM怎么做呢 还记得你们现在听的是这个第一轨 就把它这样点起来 OK那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听到就是BGM了 好那你现在应该可以听到 我讲话的声音跟BGM的声音混在一起了 OK那这就是它基本的分配音轨的方式 那实际上这个音轨混好之后 像是这个第一轨VCOUT你就可以在你的直播软体里面 把它丢进去 所以虽然Milno这个ProStudio是出给就是算是比较像录音编曲来做使用的 但它其实也可以用于直播 而且它的音轨分配上面其实可操作的弹性比它之前的直播系产品还要高非常多 不过我这里要做一个提醒就是你看到这里就是我这边叫做VCOUT 所以你应该会直觉认为说OK那我接下来就是要把VCOUT丢到OBS里面 好那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OBS的画面 好现在你看到的是我的OBS抱歉就是有点重合的画面感 那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有输入一轨音讯也就是你们现在所听到的声音 当我打开的时候啊它这里显示的是VCIN1N2 好你看哦我们在这个就是Milno的ProStudio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输出的是OUT1N2 但是我们在这里输入的时候选择上它叫做IN1N2 就是大家要想一下这个逻辑哦 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APP就是一个中继的转换器 所以当我把音轨在这里做混音的时候我输入到OUT 但接下来我要把这个音轨就是丢到其他软体 比如说OBS啊或是你其他DAW的时候 它其实会叫做IN 所以它是反过来也不能说反过来就是它的过程不一样 就是这个OUT是第一步 那我先混到OUT我把音轨输出了 接下来我再到IN就是我要再把音轨重新输入 它的逻辑是这样子它的名字不是长这样 那我知道这可能会有点混淆是因为它的IN&OUT都叫做 1-2然后3-4就是第一轨第二轨这样 因为通常我们如果是直播系的产品的话 它可能会叫做stringout或者是像是voiceout 就会让你不会那么容易搞混 但因为它的名称是一样的 但是是相反过来 所以我才在这边特别提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对于说你本来就会录音编曲混音 然后会输入输出的话 这个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我想对于新手来说应该是蛮容易让人误解的 那听起来很复杂 其实你只要先记住一个原则 就是先看你的音讯来源是哪里 然后是立体声还是单声道 比如像因为我现在有插两支麦克风 所以它就会是立体声 那假设它是单声道的话 那这个单声道 你想要把它分配到就是哪里 就往下对 假设你希望它是一个立体声的话 就点两格 那假设你希望它是一个 就是单声道的话 你就点一格就好了 那其他的音讯输入来源 其实就更单纯了 因为除了你的mic in跟mic 2之外 其他输进来的时候 基本如果你是用电脑的音源的话 应该都会是立体声的 那这时候你希望它是立体声 你就用这样子斜角的方式去点它就可以了 OK那接下来我们来示范一下 就是它如何应用在DAW软体里面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软体是 就是Cubase AI 那它是一个蛮常见的录音的DAW软体 当然你也可以用比如说像是 Studio One 或是其他的就是DAW 就是看你哪一个 其实基本上主流的它都有支援啦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把音轨丢进我们的软体里面 那假设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分轨的录音 像我今天要做Podcast的录音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就可以去选择 Myono的不同的输入的印 不过你要注意的是 我们刚刚有讲说在那个 它自己的APP里面输入跟输出 是分就是相反的 跟电脑是相反的 那主要是因为它是配合电脑的输入输出 但在在电脑里面就是非常单纯 印就是印 所以今天假设我要两支麦克风的话 那我就是去做输入 就把一支先输进去 那这里就有 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就是我的麦克风的资讯 那这就是我的麦克1 那我接下来再加就是另外一支我的麦克2的麦克风 好那加好以后 我现在开始就是去做录制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用麦克1讲话 那我把麦克2开起来 好那你现在听到的声音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经由麦克2录制出来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波形的变化 就是它这里就可以去做分轨录音 大致上的操作就像这样子 那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就是PS2的应用在DAW软体里面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不是专业的编曲混音需求的话 那你单纯做直播 你其实就可以用它基本的这个Runting的App 来去做音轨上面的分配就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 如何透过Myono PS22进行行动装置的直播 或是音讯输出 那如果你要进行行动装置 比如像手机或iPad的直播的话 你有两种输出音源的方式 第一种是使用3.5的TRS的音源线 那它另外一端去转接 就是同样是TRS或者是你有OTG转接头 无论你是要转Lighting还是Type-C 你就可以直接把音讯输出到你的行动装置里面 那这个讯号来源跟你的Man Output 就是你的那个监听耳机的输出的内容是一样的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今天要示范的 就是它后面还有一个转行动装置的Type-C接头 那同样你用一个Type-C的接口 然后另外一端接OTG的转接头 你同样就是可以把讯号就是输进你的行动装置里面 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使用这个方式的话 你输出的讯号的那个采样率会停在16比特48kHz 就是它是没有办法做调整的 那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已经把Man Output PS2接上手机了 这里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要使用这个Type-C转接的话 你一定要使用独立的5V电源来供电 因为如果你是使用电脑电源来供电的话 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输出的 那大家要注意的是 当你用这个方式将你的音讯输出到手机的时候 你可以检查一下 如果你对着麦克风讲话 它的音量也有正常起伏 就表示你有接成功 如果在你偏离麦克风的时候讲话 它的音量仍然有起伏的话 就表示你的OTG可能没有接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用那个ProStudio 就是它附赠的软体 如何去控制手机里面的音讯 比如说今天你要加一个BGM 在你的直播里面要如何进行 那大家你们目前所听到的声音 就是我经由就是Man Output PS2 接上手机所录制出来的声音 但我同时有接上电脑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Routing App里面 我的声音有正常在跳动 那我这边要示范一个关键的功能 就是当你直接使用OTG转接头 接上手机的时候 通常你的手机所接收到的音讯来源 就是Man Output PS2本体上面 有插上的音讯来源 但如果今天我们想要透过手机做直播 我们可能会放一个背景BGM之类的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 在它的软体就是ProStudio 右下有一个Rount Headphone to iOS跟Android 那这个意思就是将你耳机中的讯号 Rounting就是送到给手机一端 那简单来说就是你的Headphone 就是你接上PS2的Headphone听到的声音是什么 它就会传到那个手机里面 那最基本的就是今天我有一个BGM 我想要把它放到我的那个手机里面 那这里要注意一个点是当我开启的时候啊 你需要注意一点很重要的是 你要记得你的Headphone这里Mike 1 这里也要点起来 因为通常我们自己如果不想听到自己的声音 我就不会开这个简听 可是因为你今天是Rounting这个Headphone的 那个音量到你的手机里面 所以你还是要把你自己麦克风的 这两轨简听给开起来 那接下来我们加入BGM的部分 好那你们现在听我讲话的时候 应该同时背景就有播放一个BGM了 那这里就是简单示范一下 当你使用这个Type-C的OTG转接头 接上PS22以及手机的时候 同时你可以使用这个Rounting App来去做一个操作 那这也是它使用Type-C转接头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自由控制你的音轨分配 相比你直接用3.5输出是直接复制Main Output的讯号 这是比较有可控性的 那以上就是简单的示范 那接下来我们来示范一下 如何将这个PS2的讯号输入到像是相机这种装置里面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是一个TRS转TRS的接头 也就是这个三级转二级的接头 那使用这个是因为通常相机的麦克风需要用这样的转接方式 才能够把音讯输出进去 如果你是使用两端都是三级或是两端都是二级 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那使用这个连接性之后 你就可以把Main Output PS2这样的音讯装置 就是透过它的TRS输出口输出到相机里面 那比如说你在录制Live Podcast 或是你在进行直播的时候 你使用这个相机当做镜头 你不想要就是额外再接音乐 你想要就是影像跟音讯同时合一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 不过我自己在实际录制的时候 其实会有遇到一点底噪问题 你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我经由这个相机 然后接Main Output PS2去录制出来 它的底噪当然其实已经比相机的麦克风 直接录要来得干净很多了 但就是就看你会不会在意 或是你想要用其他方式 来去降低这个底噪的影响 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结论时间 但在我们进入结论之前 我想先聊聊我自己对于这台界面的想法 我觉得这台界面对于Main Outputs来说 是一个象征性的产品 它象征的是Main Outputs想要从 比较低端的就是轻量直播市场 去跨入到真正的专业音讯录制 比较有趣的是市场上大部分的品牌 它们通常是专业音讯录制出来的 但它们想要跨境直播市场 但Main Outputs反而是直播市场起家的 反过来它们想要这个地位 它们想要证明说 我也可以做专业音讯录制的东西 因此你可以看到它舍弃的那些 fancy的音效按钮或是revert特效 而专注于说把声音做得干净好听 那它把之前大家会用在DAW中的 一些软体分轨的功能 直接做在了软体里面 另外相信就是大家看到这台界面 如果你是一个录音专业 或是编曲工程出身的人的话 应该会觉得它长得非常像Scarlet 2i2 因此我觉得比起说 它们真的希望PS22这个产品超级大卖 我觉得比较像是它们想向市场证明说 它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产品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它是否有达到这个标准 或是我们是否推荐它吧 首先我们讲就是是否推荐它 我觉得要看你的用途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单人或是双人的podcast 其实我觉得以单人来说 它有点就是杀技用牛刀 因为单人的话你可能只需要一支麦克风就好 但是如果是双人podcast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器材 我们当年在做我们自己的节目 尼尔喝牛奶的时候 为了找双人录制的podcast器材 找得非常辛苦 原因是因为市场上要不是就是高端到 Rocaster Pro那种四人拥有器材 要不然就是针对双人设计 但是它有些功能有点欠缺 比如我们自己用过AG-06的旧款 那除了杂音很大声的问题之外 它的EQ也没办法用在第二轨的麦克风 因为它原本是做给电吉他的 那之后用过ATEM UC87这台界面 虽然它标榜是可以双人podcast 可是它不能做分轨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录音伙伴打了个喷嚏 或者是它呼吸很大声的话 你没有办法再后置轻易的把它消掉 那PS2它可以在ProStudio软体里面 自己去控制音轨的输出 并且做一个视觉化的分配 我觉得是赢过其他家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 此外它支援的这个TRS输出 也可以用在现在流行的影像podcast上面 那同时它的推力足够 声音干净 然后也可以用于直播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价格带里面 就是没什么特别好抱怨 要说针对podcast它有什么缺点的话 应该就是它没有mute按键这件事情 但就我自己之前录制的经验来说 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 如果要论podcast市场上面的话 我觉得它不可能是去对标 像CusterPro那种超专业级顶级器材 它的对手比较像是同样高CP值的 像Rune AWS这种轻量级的器材 或是Rune P4这种针对podcast录制所设计的器材 它就是做好讲话这件事情 因此我也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好 讲话收音这件事情 市场上只要在5000块以下 可以插两只XR麦克风 可以做分轨然后推力足够的界面 其实都可以做选择 因为你就只是要对它讲话而已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 你可能会有直播 或是像刚刚讲的 你要做video podcast 或是其他更多元的输出需求的话 我觉得PS22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但你需要一些时间来习惯 它这个ProStudio这个RuneTi的软体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录音编曲需求的创作者 比如说你今天会插两只麦克风 一只给你的Vocal 一只给你吉他收音 然后你会自弹自唱 这样子类型的需求的话 我会觉得它还是能满足你基本的需求 但我想最大的问题 其实应该是在软体生态系的支援 通常如果回音编曲需求的话 会选择一个自己惯用的DAW软体 那这些软体很常是 随着你购买录音界面的时候 就会附赠了比如像你买YAMAHA加的产品就会附QBASE 那其他像是Studio One Logic Pro这些 就它们各自有各自的搭配界面以及生态系 但是Myono PS22它虽然可以有设定档去支援不同软体的使用 但有点尴尬的是你在购买的时候 你其实并没有获得这些软体 就是你还是要另外去注册这些软体的正版 或者你要额外购买 不像是你买其他家的界面的时候通常就会附 那对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刚要入门混音编曲的新手想要买你的第一台界面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蛮致命的缺点 反过来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已经有这类混音软体的老手的话 你觉得你还会去买一个这样子还不错的入门级界面吗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抽离对于这类混音界面的品牌偏好 其实它的硬体没有什么问题 它真的有问题的是在它的生态系的支援上面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的 这台界面对于Myono来说算是一个里程碑 它的象征意义大过实质贩售的效益 那除了这两个需求之外 我们今天没有特别提就是直播或是单口录音这些事情 因为这台界面本身就不是以这个方向为设计 但如果你很熟悉OBS的设定 当然可以拿它来直播 而且音质还很不错 这其实就像是以前还没有这种直播特工型界面的时候 蛮多人都还是用传统的录音界面 像Scholar 2i2或是其他就是有lookback功能的界面来做直播的 结论来说我觉得Myono PS2做得很不错 而且以价格来看它也算是有竞争力的 加上它独特的视觉化的音轨分配功能 虽然一开始入门的时候会觉得很混乱 但熟悉之后它的可用弹性其实蛮广的 我会蛮期待它的软体ProStudio 未来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改版 因为我觉得它们是一个会聆听意见 而且会持续改进的公司 像是我们之前开箱过的M1E2它们就出了两个版本 那像最近它们还偷偷上架了一个软体叫Myono Arena 那其实它就有点像是Elgato的Wavlink或是Rode的Unify 而且它是可以支援它们之前推出过的麦克风像是PD200X 我最近也私下测试了一下虽然还有很多bug 但是它在关键的声音分配上面其实真的是做得还蛮不错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对于Myono PS2或是它的软体有什么问题或是意见的话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做更多的器材评测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Nier 拜拜